然而奇迹再次出现 2019年11月 已经下台在外流浪的老师王诺二 成功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他的身边多了一头小熊狮 而这头熊狮正是 淡出人们事业许久的残疾狮子 男孩小长毛 他们表现得非常亲密 这对从未谋面的熊狮父子 在茫茫草原却彼此相认 大家好 我是动物日记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2016年3月 东非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 摄影师怀特在野外拍摄时 一只瘸了腿的熊狮 赫然进入他的视野 这头熊狮的后腿无法伸直 神情有些悲伤 正一瘸一拐地蹒跚而行 那孤独而又坚强的身影 犹如一道另类的风景 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正当大家以为他很快会死去 可他一次次地颠覆了人们的认知 凭借着智慧和不屈的性格 顽强地活到了现在 这头残疾的熊狮 就是曾让无数诗迷 牵肠挂肚的长毛熊狮 也被粉丝亲切地称为小长毛 小长毛出生名门 2014年出生于历史悠久的荣家士群 父辈为有名的狮王诺二 他和巨师乌尔是真正的表兄弟 也是已知最小的诺三代熊狮 小长毛出生时 父亲诺二已经离开士群 除了老师王诺池偶然会回来探望士群之外 长年驻守在南边聊望山的诺尔 已经很少露面了 幸运的是 从未感受过父爱的小长毛 在士群其他成员的庇护下 顺利地活了下来 然而 好景不长 2015年年底 四公里联盟的儿子 熊师长脸 和他的盟友莫霍克 入侵并掌控了荣家士群 长脸兄弟的到来 彻底改变了 这个古老狮群的发展走向 间接导致了狮群 后面在2017年的彻底灭亡 面对流浪熊狮的悍然入侵 两只不愿妥协的成年母狮 带着部分未成年的小狮子 选择了离群出走 开始了艰苦的流浪生涯 其中就包括了一岁多的小长毛 没有成年熊狮坐镇的流浪小狮群 必定是一场危险的旅程 除了抵御 其他掠食动物的袭击之外 还要应付同类的入侵 当然食物的短缺 也是他们面对的最大难题 一路的艰难跋涉 所有逃亡的小狮子 最终只有小长毛 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这只看起来幸运的小狮子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之后 本以为会健康顺利地长大 有照一日像父亲一般 成为威武雄壮的传奇狮王 然而上天却开了个可怕的玩笑 让他的命运彻底发生了改变 2016年中旬 流浪的小长毛 误入了人类的领地 不幸被马赛人用长毛刺穿了大腿 虽然保护区的兽医 进行了及时的救治 但因为毛头伤及了神经和腿骨 最终导致了熊狮小长毛 永远地瘸了一条后腿 和后几倍的略微塌险 这对未成年的熊狮来说 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 这意味着他将无法奔跑 无法独自狩猎 甚至他的狮王之路 也被彻底地斩断 由于年纪较小 加上残疾的后腿 他的流浪生活的艰辛程度 我们可想而知 他谨小甚微地游走于 各个狮群的领地边缘 寻找着一切果腹之物 甚至与狐狼和秃鹫 一起抢尸腐肉 由于长期缺乏营养 身体变得瘦弱不堪 在竞争激烈的马赛马拉 对于这头可怜的小熊狮来说 他唯一的奢望 就是能安全地活下去 时间来到了2017年初 危机感爆棚的小长毛 迫切地希望拥有自己的盟友 但多次的尝试 最终以失败告终 甚至遭到其他熊狮的嫌弃和暴打 最让人伤心难过的一幕就是 在遇见四头荣家南海时 小长毛极力讨好他们 并尝试与他们结盟 然而换来的却是无情的殴打 眼看生命危在旦夕之际 荣家南海的老三 也许是出于怜悯 却出手阻止了 其他三名兄弟的围殴 然后四兄弟扬长而去 只留下惆怅的小长毛 孤零零地趴在草地上 他的后背满是伤痕 那孤独落寞的背影 不由地让我想起 曾被其他诗群 唯有驱赶的鸣和南海 眼神中充满着 一样的疑惑和难过 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只是用最卑微的方式 诉说出对生的渴望 然而换来的却是残忍的伤害 此刻这头可怜的小熊狮 痛苦地举起后腿 我想他只是为了缓解被攻击后 痛彻心扉的伤痛 但心理的伤害 又该如何愈合呢 好在这头勇敢的熊狮 继承了父亲顽强无畏的个性 在数次的碰壁之后 他并未自爆自弃 而是展现了积极乐观的一面 只要碰见流浪的熊狮 他都会主动上前善意问候 虽然有时能分享对方的残羹冷制 但大多数时间 得到的只是无情的驱赶 这让很多狮迷担心 他真的能活下去吗 黄天不复有心人 正当人们以为 这只苦命的熊狮魂归故里的时候 2017年年底 消失数月的小长毛 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 只不过 身边多了一位年轻的伙伴 熊狮乐木乃 这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然而 精力尚浅的年轻熊狮 更需要一个助力的盟友 而不是一个累赘 在结伴同行了几个月后 分道扬镳是预料之中的结果 熊狮小长毛 又独自踏上流浪的旅途 此后 关于他的消息 变得少之又少 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们对他的记忆逐渐模糊 然而奇迹再次出现 2019年11月 已经下台 在外流浪的老师王诺二 成功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他的身边 多了一头小熊狮 而这头熊狮正是 淡出人们事业许久的残疾狮子 男孩 小长毛 他们表现得非常亲密 这对从未谋面的熊狮父子 在茫茫草原 却彼此相认 不得不让人惊叹 气味的奇妙 人们庆幸着 年迈的诺二 能老有所异 可怜的小长毛 也算再次体会到了家的感觉 一老一残的奇妙组合 无疑成为马赛马拉 最独特的一道风景 让我再次对狮子 关于亲情血缘关系的维系方式 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真的是不可思议 让动物日记感慨万千的事 在失去最后一名兄弟 凯撒之后 心灰意冷的狮王 诺二 黯然放弃了一切 独自游荡在马赛马拉的旷野之上 直到遇到残疾的儿子 小长毛 看到自己的老妖如此落魄 这位曾站在马赛马拉 全力巅峰的冷酷狮王 尘封已久的那份舔毒之情 瞬间被彻底唤醒 他饱到未老 不但亲自吓出捕牛 还传授狩献技巧给儿子 这是爷俩同框杀牛的画面 既默契又搞笑 老爸诺二负责锁后 儿子拼命地咬住牛腿 长这么大 第一次捕猎大型猎物的小长毛 那认真而又努力 憨态可居的样子 真的让人笑忠带泪 仿佛在说 爸爸 好大的一坨呀 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水牛啊 温馨的画面 正是这头小熊狮 出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光 为了儿子 年迈的诺二 决定再次出征 以十五岁高龄 大展雄风 在EV2的情况下 彻底击败了巅峰初期的 四公里熊狮的儿子 卡卡和马里达迪 熊狮联盟 要知道 来自天堂士群的卡卡兄弟 也非池中之物 传奇师王罗帕 就曾被这兄弟俩为欧果 差点领了盒饭 诺二带领残疾的儿子 成功入侵了麻吉士群 借此给儿子 留下一份产业的同时 也让他体会一下 做士王的感觉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然而 理想很丰满 但现实很骨感 八个月幸福的生活 转瞬即逝 2020年7月 诺二和小长矛 却集体失踪 当保护区工作人员怀疑 这对尚未不久的父子 一命丧与其他雄狮的领地之争时 让人惊讶的是 小雄狮长矛 却再次现身 只不过这次身边却没有了 父亲诺二的身影 只有小长矛 孤独的一瘸一拐 向南而行 他郁郁寡欢的神情 已经给出了答案 年岁已高的诺二 注定无法陪伴儿子太久的时间 但他是一个伟大的士王 一个温情的父亲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 给了这个最苦命的儿子 从未有过的父爱 和幸福快乐的时光 让儿子在苦苦挣扎的边缘 重新燃起了 对生活的希望 被赶出麻吉士群的小长矛 不得不再次流浪 他鼓起勇气 试图加入 其他的流浪雄狮 幸亏 在老父亲前几个月的照顾下 此时的小长矛 身体强健了许多 而且还长出了不少的鬃矛 因此他得到了一些雄狮的接纳 但他终究是一只残废的狮子 无法跟上同伴的步伐 每次都被盟友无情地抛弃 甚至还遭到他们的殴打 多次的伤害 让他残疾的后腿再次受伤 彻底无法落地行走了 在朝不保夕的日子里 我能想象到 他所经历的重重苦难 他应该有过彷徨 有过挣扎 有过伤心 也有过绝望 甚至想到过放弃 但这头外揉内纲的残疾狮子 最终顽强地活了下来 不得不说这是个奇迹 2022年9月1日 也许是小长毛坚强的意志 感动了上苍 这头东非最苦命的雄狮 他灰暗无比的生活 再次迎来了一丝丝的光明 一只名叫库提提的雄狮 对他伸出了有爱之手 他们结成了同盟 五岁的雄狮 库提提 身体强壮 捕猎技术高超 而且对小长毛 十分地友善 在库提提的帮助下 长期忍急挨饿的小长毛 终于吃上了饱饭 只不过谁也不知道 这次的结盟会维持多久 2022年11月 让人时刻担心的长毛雄狮 再次引起了狮迷的关注 流浪的三头雄狮围攻了他 而盟友哭啼啼 却不在身边 有人说他们因寡不敌众 而被冲散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 瘸腿的小长毛 注定无法赶上盟友的脚步 他又一次遭到了抛弃 不久后 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他依旧是孤世一个 在失来失往的马赛马拉 没有找到一个长久的同伴 在竞争残酷的东非草原 我们可以理解 没有哪头流浪的雄狮 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缩哈在 一头残废的狮子身上 那将意味着 在危机关头 不但得不到盟友的帮助 还有可能被他拖累 本是巅峰期最美好的年华 却因为身体的缺陷 却永远被别人抛弃 这头东非最坚强的诺三代雄狮 能够独自存活到现在 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奇 茫茫草原步履蹒跚 长毛男孩艰难前行 谁也不知道他要去往何处 前路坎坷 即使面对更多的挑战 我想在这头悲壮狮子的心中 活下去的希望永远不会改变 哪怕生命只有一次 哪怕冥冥之中已经注定 就算会孤独终老 希望他也不要放弃自己 期盼他能寻到一位 志同道合的盟友 开心地度过余生 致敬 雄狮小长毛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点赞和观看 我是动物日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